还是不够坏 他有点太实在了 上来就把约瑟夫给掏了 这个真没必要 因为我们的赛制是打五轮 约瑟夫没有必要那么早掏出来的 他掏出来现在是钢的是铁板 人家对面一身挑酒 就是来打你约瑟夫的 这时候你反手掏一个别的 好哥哥手里的角色持很多的 这把属于约瑟夫的一个坐牢局 当然他要是能够约瑟夫打败这套阵容 那也是一次很好的证明自己 打了一刀 这医生要打两针才能把这个状态补起来 上来平地砍 你们这阵容 救人好像不是狠心 好哥哥这边 并不打算去打镜像 而是直接追 60秒交闪现击倒 还能这么玩的吗 这个约瑟夫的打法很适合我呀 因为我根本记不住镜像的位置 上来拍个照就当压机子了 然后就平地追 平地追一刀以后 闪现这边他捡个壳 骗个壳好 好哥哥的闪现从来不省 321闪 挂到踢墙 可以呀你别说 好像也不是不能打嘛 刚才哪个菜鸡说坐牢的 我就想问一下 我把这医生抓了 你外面这套阵容 你拿什么来跟我打 对不对 拍张照 好哥哥今天给我们展示了 约瑟夫的另类打法 骗个壳 捞下来打针对 这边等你壳结束就行 实在不行的打一刀 这个教授也行啊 现在的话穷者这边 这个医生真的保不活 突然之间眼前一亮 给我打开了个新世界 有多少观众 跟我刚才想的一样 就我估计刚才很多观众 都跟我一样的 看到这个阵容 就啊 约瑟夫没得打了 对吧 你镜像挂人 然后又有医生什么的 没用啊 我把这医生抓了 死守 好了呀 不能再救了吧 再救也保不活 然后开始去外面打 还得是你啊 约瑞 想当年我们大兴集团 约瑞 从我们这边 咔咔拿走800 今天又来我们直播间 昨天柔柔拿了500 他刚才没有看到 这个教授的镜像 如果看到教授的镜像 是有可能打一个镜像双挂的 如果镜像双挂呢 这个局基本上就是 约瑟夫的一个 大概率的四杀了 这里 巧九师 好 这把约瑟夫开了 他肯定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密码机 刚才我记得有个菜逼解说 在那边说 好哥哥不聪明 说好哥哥不聪明 说好哥哥打得太实在 我希望把那个菜逼解说开除 这好 就是 硬着头皮打 这叫硬着头皮打吗 这叫另屁吸进打 打一刀就想来 调酒这边喝酒 好哥哥手里有闪现 没有飞轮 没有飞轮 加速酒 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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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闪现 好哥哥的闪现 我敢说 不会坑 他这边还骗手飞轮 越南的闪现是 又快又稳 他的闪现第一不留 第二就是很稳 很准 估计这一博是拿下了呀 拍张照 能不能跑一个 恭喜好哥哥 恭喜好哥哥 帅先 这里教授的机子 要可爱 飞轮 哎呀 那就寄希望于教授了 这教授机子亮和不亮 反正都是一刀 进镜像 然后排一圈地窖 走个地窖 小狼墙手里面飞轮加壳 约瑟夫呢 这边是已经切掉技能了 没有甩 哎 等会儿 这个人搞阴的 他挂镜像 我还在想该怎么去击倒 我还想说 好像有点机会 哎 大哥 那教授好像能教自己啊 教授能教自己啊 有机会 这个教授能教自己的 这个教授教了自己以后冲啊 我有飞轮有壳 拦不拦得住啊 拦不住吧 还有个壳 哎呦 这一波 一波 一波变成7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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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变成75了